声音表情真的可以千变万化 而刷信用卡不是花钱 是反而能够赚钱 这又是什么样的达人呢 新一代的卡神免费兑换11万元机票 带一家出口汽油 怎么办到的呢 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深呼吸 您想过用信用卡也能赚钱吗 这是新一代的卡神 人称宝可梦的信用卡达人赖梦群 不但靠刷卡赚进大笔钞票 还用信用卡累积的里程数 免费兑换价值11万元的机票 带一家七口到日本旅游 本身拥有超过500张信用卡 每个月平均帮亲朋好友刷卡20几万元 靠信用卡的现金回馈 就可以自己省下好几万 来看他的武功秘籍 如果大家想要就是省钱的话 其实你可以先从他们联名卡着手 最简单就是至少新户有500块 它跟一般的财品有什么差别 就是那你如果在不同的活动来买 不同的品项可以拿到最高八折 大陆发的话是台新银行的联名卡 那它一样也是有比如说买599 然后有折扣多少钱 或者有一些特兴会员的特惠日 那这些东西是大家可以去参考跟比较的 奶粉599元 台湾米179元 洗衣粉182元 厨房纸巾106元 面纸439元 而且运用品加一家总共约2000元 但本名为赖梦群的理财达人宝可梦 却能少花100多元 省下一个便当钱 其实加热服的优惠真的是每天都有不一样 那像我这一车的话 刚刚已经算过 大概是2000多的这个费用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 比如说你在礼拜六 然后你使用的是加热服配 那你最多可以省下6%折扣 这样算下来大概是省下120左右 利用量饭店与银行推出的联名卡优惠 加上信用卡的雇有现金回馈 精打细算聪明消费 他不是一般的消费者 而是拥有六本搜集册 收藏超过500张信用卡的理财达人 宝可梦 今年35岁的他 对信用卡的研究 源自于10年前 在银行看护时 行员推荐他办的首张信用卡 那一张卡开启了他的理财之路 年轻人拿到这东西会很好奇 所以我就开始去网络上去找资料 我就发现说 他原来可以拿来缴一些什么水电费 然后还有一%的回馈 现在当然是五六%都有 但是早期只有一% 那就很了不起了 所以我就把我家里面的水电费账单 全部都收集起来 还有电话费 然后全部都用信用卡带交 至少都赚一%几条 宝可梦的职业是剪辑师 因为对信用卡着迷而深入研究 但手上超过500张的信用卡 当然不会天天带出门 你要先找到你日常生活中 你可能会做的消费 比如说你很常在超商消费 那你就要找跟超商消费 有关的卡片来让你省钱 我不是说你平常你都是开车的一组 但是你却办了百货联名卡 那就很奇怪 我自己的主力卡 其实都还是这个里程 你看像这一张是ANA的 然后这一张是汇丰的 也是累积里程的 然后还有中信华航 然后亚洲万里通 其实我全部都是里程卡 靠信用卡累积里程数 宝可梦曾经带着一家七口到日本玩 价值十一万元的机票 全用信用卡兑换 但最近因为疫情 国外旅游喊停 累积里程数的信用卡价值 会不会因此而缩水 以亚洲万里通为例的话 其实它现在的里数 它不是只能够换机票而已 它可以来去兑换一些 比如说饭店住宿 或者是一些旅游行程的部分 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多元的做法 甚至它也可以换这个超商的 这个比如说open point点数 然后你可以来超商折底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种一业合作 其实做得非常的多元 那大家就可以去考虑说 如果我的账上有蛮多的礼数 但是现在不能换机票那怎么办 那你其实也可以换一些生活 日常生活中可以使用的 这些通路来把它消耗掉 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不能出国还有国内优惠可以兑换 那里程数的期限也得注意 另外有银行抢供疫情崛起的宅经济 推出高回馈的信用卡 open 钱包 还有包括Momo 电商等等的消费 也是突飞猛进 那这个是消费者喜欢的 所以在这一次 我们为了呼应消费者这样子的需求 我们特别推出了Momo 卡 在十大通路十%的回馈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的 Uber Eats Food Panda 然后影音的Netflix Cashplay KKBOX 还有大车的Uber等等 我们都有10%的回馈 刚出社会的新鲜人 那你最简单 你就是办一张回馈很高的 现金回馈卡 这是最简单的 因为比如说在比较进阶点 你会有一个红利点数 或者甚至是里程卡 依照自己的消费习惯办卡 宝可梦建议小资族 从记账开始了解自己的消费模式 再选择信用卡的种类 这些他所畅谈的理财观念 也都实践在日常生活中 从超商买咖啡就能看出端倪 我要一杯八米的抹茶拿铁 好 那是49元 好 这个是iCash Pay 一杯65元的饮料 配合超商长鲜价49元 手机绑定合作信用卡 再省两元 宝可梦提醒 信用卡是支付工具 若把卡当成借贷使用 不仅省不了钱 还可能荷包大失血 若找到方法 从超商的小额消费 到上万元的金融产品 都能靠刷卡付费 省下不少钱 我们都知道保证 我们其实有分年角跟月角 那年角跟月角中间 你可能就会差上几千块钱了 那我会建议大家 先选择年角 那年角的意思不是叫你 一笔钱就直接下去 你可以选择使用信用卡 那信用卡它有十二期 零利率的功能 又可以让你累积 现金回归用红利点数 而除了靠刷卡 换现金累积红利 涨礼数 对钱很敏锐的宝可梦 靠着强迫储蓄和理财投资 存款上看百万元 现在他不仅在网路上写文章 拍影片 累积超过六万名的粉丝 还初出分享理财攻略 受邀上变了各大节目 其实你省钱 你会省到有成就感 那除此之后呢 其实我就会开始说 网路上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或者是银行有什么信用卡的资讯 我都会第一时间去掌握 那后来就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我会做记录 那记录完之后 其实你除了放在 你自己的记事本以外 你也可以帮网路上面给人家看 宝可梦所分享的信用卡理财观念 并非专条文漏洞 符合使用规范 而使他成为许多银行 青睞的理财达人 有不少公司找上门合作 因此靠着这项信用卡 刷出了专业 创造第二收入 成了名副其实的斜杠青年 今天我们看了好多起人意识 赵高树的人 挖恐龙的人 海底寻宝人 台湾配音天后 以及信用卡达人 各种天赋异禀都有 看得令人赞叹不已 真的是高手在民间 这也是台湾的多元面貌 今天非常感谢您 跟着我们一起 新闻深呼吸 我是陈亚玲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